月发工资5000万 一亿买楼两亿缴税 疯狂小杨哥已成集团老总 命运的齿轮已经把他推到这里 野心与情怀都不允许他停滞 根据杜刚爆料 三只羊网络2023年年销售额 预计最高高达150亿元 最低也是50亿元 他们没有细算 网红疯狂小杨哥又上热搜 自曝每个月给员工发工资5000万 让网友不由感叹 一个月发这么多 那得赚多少啊 网红带火真赚 自去年年末 小杨哥用一亿元买楼 就被网友戏称 一个网红干掉了一个科技公司 同时2022年实缴税高达两亿元 这样动辄以小目标为单位的说法 在当下 无疑是在大众敏感神经上跳舞 可在最新的视频中 小杨哥还是普通人的模样 坐着动车 吃着泡面 把袜子当手机支架 难以联想他背后 以小目标为单位的身价 今天我们就来 八亿八普通人出身的小杨哥 怎么就成了小杨总 小杨哥早已不在普通 今年七月 命运的齿轮一转 抖音上的各大网红 都开始一往昔 小杨哥也不例外 上传了自己和哥哥 2016年南下广州 在地铁的照片 照片中 小杨哥眼神迷茫 不知道未来在何方 而大杨哥累得趴在行李箱睡觉 不少人转发这张照片 说这哥俩去广州打工 拧螺丝钉 其实不然 在直播间小杨哥解释 当时他主要还在快手发短视频 想着做一座带货 去广州是找渠道和供应商 找来找去 还是决定回老家安徽 此时2016年 短视频刚刚兴起 小杨哥也才21岁 却开始向外探索商业化的道路 尽管小杨哥那时 真只能算是一个 玩短视频的普通人 但他的商业嗅觉 一点也不普通 谁能想到 7年后 他的短视频广告报价 高达60万每条 但相比直播带或销售额 更是小无间大物 根据新斗数据显示 他的直播间 仅30日预估 GMV达到2.5亿至5亿元 这个成绩在近一年 都一直稳定保持 甚至各大明星也愿意到他直播间串场子 给自己吸点粉 就连NBA球星哈登来访中国 都到小杨哥直播间 要小杨哥给自己的红酒品牌带带货 整场直播 单价436元的红酒 被小杨哥卖出超过了1万单 哈登看着销售额都瞪大双眼 但并不是随便命运的齿轮转一转 一个普通人就能做出这个成绩 考古早期小杨哥在快手发的视频 这确实是一个晚短视频的普通人 发布的视频内容 无非是练习跳机械舞 或者分享大学寝室的日常 这些视频的评论 都来自小杨哥真正爆火后 前来考古打卡的网友 那作为短视频创作者的 小杨哥是怎么爆火全网的呢 2015年 小杨哥在快手注册账号 起名疯狂小杨哥 他只觉得自己的机会在短视频里 但并不知道如何做账号 所谓模仿是人的天性 用在小杨哥身上也并不例外 他偶然刷到 有人拍视频说自己的游戏账号不要了 双几点关注就赠送账号 小杨哥跟风 毕业了 上班了 好不要了 双几点关注送给你 就这一句文案 让小杨哥收获了一万粉丝 双几点关注成了当时小杨哥抓住的流量密码 没多久 他和哥哥就一起搓了一个大炮帐 配上流量密码 文案预告 双几点关注 明天就把它放了 一夜之间两万粉丝变成八万 隔天两个人跑姥姥家的田里 把大炮帐放了 这一炸 又把刚吸引来的四万粉丝给炸跑了 粉丝看到炮帐的威力 满足了好奇心就取关了 虽然流失了一半的粉丝 但是小杨哥发现 夸张的道具确实吸引粉丝 在之后的视频里 他用的道具夸张到离谱 没事就用和人一样高的大烧大产 加了上百个锁的铁箱子或者铁笼子 真正爆红的视频是 小杨哥炸墨水视频 这一炸出了六十万粉丝 他在阳台点燃爆竹 丢进墨水里 就在他想要逃跑的时候 是有关上了阳台的大门 小杨哥绝望地闭上双眼 独自承受了墨水的爆炸 拿回拍摄的手机 嘴里念叨的全是国粹 这个视频的爆火 让小杨哥看到整股视频的流量 在快手时期 小杨哥就基本明确了 做短视频的思路 夸张道具 整股自己或亲朋好友 主打写在网名里的疯狂风格 2018年 小杨哥入驻抖音 将作品系列化 开始推出绝望周末系列 家庭生活主题的短视频 在视频里 小杨哥安排了强势老妈 七管颜老爸 网瘾的弟弟 爱搞恶作剧的哥哥 这样人物设定 让每一个观看视频的人 都有天然的代入感 而搞笑无厘头的剧情 和夸张的道具 又能引爆巨大的流量 在这样稳定的内容架构下 小杨哥出一个视频 爆一个视频 2020年 疯狂小杨哥的粉丝数量 飙升至4000万左右 同年 他开始在B站注册账号 同步分发网页 绝望系列 短视频 布局全网短视频平台 带来了更多破圈式的影响力 在早期 这样家庭作坊式的视频拍摄模式中 收获这么大的流量 小杨哥已经证明自己并非普通人 但是 这么大流量背后 小杨哥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变现 2022年之前 他在带货达人榜上鲜少出现 这让人好奇 一个短视频内容创作者 如何又成了如今的新一代抖音带货一哥 以前抖音带货一哥为罗永浩 发疯是反向带货的快乐效应 抖音千万级网红变现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 还是停留在割韭菜 面对割韭菜的质疑 小杨哥的回应是 他拒绝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曾经有人写了书找他挂名 内容是如何成为短视频达人 想用小杨哥的短视频成功时 当作背书 只要签个合同挂个名 就给他三千万 第二件是 某个上市游戏公司 找他做代言 只要他直播完公司 开发的斗地主游戏15小时 就给他2800万 这两件事 都是就小杨哥 在直播间自己爆料的 并不能查证真伪 可能立正自己不割韭菜 今年小杨哥把直播间的牌匾给换了 一生一世 杨家人变成了一生一世兄弟们 每次直播 小杨哥激昂招呼进直播间的观众 黑鸭兄弟们 一开始进军直播行业 小杨哥就奔着直播带货 坚持这个始于2016年的想法 2019年 小杨哥创立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可惜一年后就注销了 此时 四千千万粉的小杨哥 单场直播中 多款单品销量 只有一千多单 正在筹自己的直播间 为什么带不起来货 在深夜的一次同行连卖中 小杨哥找到了灵感 连卖的是网红安妮 他问小杨哥还卖货呢 小杨哥有点无措说 不卖不卖 安妮就建议小杨哥 可以尝试返向带货 说不定比正向更好 当场 小杨哥答应说行行行 有点敷衍 但一带货榴莲饼 小杨哥就用上 反向带货的路子 打开一个 闻了闻 开启了长达五秒的干呕 以此证明榴莲饼味道 超正宗 这个安妮口中的反向带货 并不是一味安利 或者把价格打下来 而是制造些翻车现场 引起直播间观众的注意 越列起越能引起购买 是一个早已验证过的 成功带货思路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黑蒜姐 当年一边推荐黑蒜养生又好吃 一边嚼着一颗忍不住的干呕 最后黑蒜货比人还火 顺着反向带货的思路 小杨哥还延续了疯狂整股风格 短视频里整股家人 直播间里整股品牌方 品牌方要卖丝袜 他问品牌方 为啥要他一大男人卖丝袜 要卖拖鞋 小杨哥就上嘴肯拖鞋 要卖皮包 他就上嘴咬皮包 直到有品牌方来 小杨哥直播间主动发疯 为了证明自家洗地机的抹布 自节能力 品牌方把刚拖了地的抹布 往脸上大力揉搓 小杨哥看不下去 借过抹布 往嘴上大力揉搓 这些疯狂反向带货的行为 无论是不是剧本 都恰好迎合当下流行的 发疯文学 不管买不买东西 直播间的看客 总是能找到情绪价值 获得简单的快乐 但如果只是发疯式 反向带货的快乐效应 小杨哥的流量 只能支持他带的拖鞋 小零食 日花用品等单价低的商品 还做不到月销售额上意 这背后的资本 贵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小杨哥变身小杨总 2021年 小杨哥开设了一家新的公司 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 合肥三只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肥三只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领头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 相继成立 截至发稿 根据天眼查显示 小杨哥关联的公司 已经达到37家 不难看出 如今的三只羊网络已经成为集团 小杨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小杨总 在成立公司之初 和法定代表人张庆阳 小杨哥本名出现在一起的名字 是杜刚 这个小杨哥背后的男人 曾经是大学教师 现在出任三只羊网络CEO 公司每位员工都称他为杜老师 在公司担任军事的角色 三只羊网络的投资人 也不再神秘 2023年1月17日 他们已经亮相过三只羊的年会 在合肥三只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主页高管显示 执行董事吴小燕和其丈夫卢文庆 正是背后投资人 是业内资深大佬 卢文庆在2013年 创办合肥微貌科技有限公司 与百度 腾讯 搜狐 新浪 谷歌 网易 以及新闻平台和门户网站 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资本 贵人 为小杨哥带来了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 此前三只羊官网显示 小杨哥的招商服务团队 包括了姚旺 近为好物等 姚旺是电商圈内的头部 MCN机构签约了众多明星 和张柏芝是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有这么多明星来小杨哥直播间串场子 而杭州近为供应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正是罗永浩交个朋友直播间的供应方 经过查证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 遥望科技7月4日 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与三只羊网络 在供应链层面有合作 直播带货方向 是契机进行 供应链上的合作 为小杨哥的带货直播 打通了人都二脉 直播间有了更多品牌合作的可能 选品不再只是在单价个位数的小零食 而是高客单价商品 只需卖爆个两三款 就能赚上几百万 这些举措 去年就把疯狂小杨哥 推向直播带货达人榜第二名 仅次于东方甄选 在东方甄选今年出走抖音之后 疯狂小杨哥 凡是开播就会成为带货日榜的榜首 成了新一代抖音带货一哥 小杨哥的流量分身 蹭热度的人在合肥三只羊网络的办公楼外 宣称自己是小杨哥公司的人 对着三只羊网络的大楼 logo直播带货 就能卖出不少商品 按理说 这种行为应该会被保安驱赶 但小杨哥默许了这样的行为 在直播爆火后 小杨哥就发现有人发布了从直播间剪辑出来的搞笑片段 并没有选择立马举报 而是给那个视频投留 这并不是鼓励抄袭 而是小杨哥意识到 如果创作出来的内容 只有直播这二至三个小时的生命周期 太浪费了 因此 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直播切片分销 所谓直播切片分销 就是在得到小杨哥授权后 创作者可以将小杨哥直播的精彩片段剪辑出来 放到自己账号上 用来带货 所得来的用金收益 双方分成 一般来说 创作者分成比例是三比七 数据好的账号甚至可以五五分 切片模式将小杨哥 IP影响力无限扩大 成为流量分身 如今三支阳官网显示 做这样的内容分发的人数 已经超过一万人 一个小杨哥变成上万个小杨哥 根据刘润参访小杨哥得到的数据 在某些品类 直播间收入和切片 授权收入比值是一比九 看来将流量变现大头的 已经是切片分销 今年四月 针对直播切片分销 小杨哥上线一款 较重小二包交包会 上岗前还要通过三十道题的考试 小杨哥自己则在减少每周直播的次数 已经由原先的一周三次 调整成了一周一次 将工作重心调整到公司的商业发展上 去年 小杨哥发朋友圈公布买楼 就说要建立中国 合肥 内容电商产业基地 相当于是要给已经成立MCN的一个更大的价 成立公司之时 小杨哥已经签下了不少主播 包括七老板 红绿灯的黄 嘴哥等一系列网红 都成为旗下的矩阵账号 目前旗下矩阵账号超过三百个 千万级账号已经超过十个 小杨哥自己仍在员工的直播间串场子 内容展现不再只停留是家庭关系 更扩大为职场同事关系 造就员工偷偷骂老板 小杨哥是个逮等一系列名场面 在由授权切片剪辑出 开启裂变式传播 不断增加账号的流量曝光 延长旗下账号的生命周期 从商业模式到内容迭代 小杨哥的野心 可能也不止创立一个MCN这么简单 野心 情怀和私调网红标签 目前抖音粉丝量在1.19亿人 在主页显示的是9999万家 疯狂小杨哥是低人 他在直播间长续续叨叨 小时候和哥哥一起经历的苦日子 为了贴补家用 父母外出打工 他和哥哥上中学 宁可凌晨5点起床做饭 中午骑车回家 也要省下三四块钱的饭钱 因此很早他就有赚钱的意识 出身普通家庭 他更知道普通人赚钱的艰苦 在2021年底推出有家的地方有工作项目 提供线上剪辑师 客服等岗位 帮助收入有限的困难人群 残障人士 宝妈 失业人群等提高收入 项目看似两头利好 但实际会被网友质疑 是流量水军 而且背后也有着巨大的隐患 更有人会冒充三只羊公司 依靠自己获得的授权 去和其他公司或个人签署合同 开始对外进行招商业务 带货不在授权范围的商体 甚至可能是三无产品 但小杨哥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项目 为了野心还是情怀 我们无从得知 对此 小杨哥的解决办法 就是将这个项目开发成APP 规范授权流程和范围 这个APP就是前文提过的众小二 小杨哥确实很想撕掉自己的网红标签 他在采访中说 千万不要梦想着当网红 很累 很卑微 人红是非多 小杨哥从去年火到今年 已经遇上不少事了 光是和职业打假人王海的口水战 就持续长达半年 去年11月份 王海发布视频 称小杨哥直播间售卖的破壁机绞肉机 均为虚标功率 这款产品卖价399元 共卖出6.8万件 按照假一赔三的标准 小杨哥将要赔付的金额多达一个亿 品牌方很快发布送检报告 并澄清 小杨哥也第一时间转发 王海依然不认同给出的澄清说法 要求小杨哥对消费者退一赔三 小杨哥在直播间回应 人家盯着是好事 他帮我产品质检了一下 我欢迎大家来盯着咱们 但总有一些 整天嘴上就是消费者 要的还不少 要一栋楼市吧 这一举动彻底惹恼王海 接连曝光小杨哥带货过的十来件商品 存在问题 最后 这个事件却迎来一个欧亨利市的结局 今年4月 小杨哥连卖现身王海的直播间 刷了好几个嘉年华 抖音直播最贵的礼物 一个价值4000多人民币 一口一个海哥 说公司才一年 很多地方要改进 海哥给知道知道 这件事也让小杨哥意识到 自己没有可信赖的供应链 于是推出了小杨甄选品牌 要做自己的品牌 找靠得住的代工厂 目前 小杨甄选小程序 已经上架了28个商品 今年4月中旬 三只杨网络 CEO杜刚 在接受一帮动力 专访时说 控股或者仓股工厂规划 肯定会有的 尤其是卖的比较多的食品类 却是关乎到食品安全 但谁能想到这么快 5月24日 合肥三只杨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就出资300万 拿到安徽阿国小资 食品有限公司 30%的股份 小杨哥自己 也奔走在和政府 各种合作项目 并在今年1月 成立了三只杨慈善基金会 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不只是一个网红 命运的齿轮 已经把他推到这里 野心与情怀都不允许他停滞 根据杜刚爆料 三只杨网络2023年年销售额 预计最高高达150亿元 最低也是50亿元 他们没有细算 而他们更加明确 第一个战略目标 80亿分钟快乐 根据现有数据 小杨哥直播每场 有2000万至3000万人观看 平均每个人停留4至5分钟 一场直播 大概就有1亿分钟的停留 今年小杨哥直播80场 如果能够完成 就能够生产80亿分钟的快乐 这样战略目标设定 和小杨哥一开始写在主页里的使命 传递快乐分不开 当然这样 也让小杨哥 也更难撕掉搞笑网红的标签 也许在未来的直播间里 已经不再是普通人的小杨总 还会继续扮演那个 作为普通人的小杨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